欢迎大家,我的名字到静潮 欢迎大家,我的 欢迎大家,我叫静潮 那今天有一个人物 那就是叫莫守人戴口罩 还有保持社交距离 你们两个不好意思 请问你们两个可以保持一米的距离吗? 哦,OK,对不起,对不起 大概一米长啦 哦,OK,OK 你可以把你口罩戴线了吗? 戴错了呀,喂 为什么要戴 你是要戴你鼻子跟嘴巴 哦,啊 啊,啊,对啊 就是这样,来,谢谢你们,谢谢保持啊 我请来两个眼睛真是的,没有零用 因为马来西亚的确诊人数在去的时候开始恶化 所以马来西亚从8月1号开始 每个人出去就一定要戴口罩和保持身体距离 如果被抓到没有遵守的话 就会被罚麻痹一千块 虽然这东西已经开始实行了 但是如果你出去的话 你肯定还是看到很多人把他们的口罩拉下来穿 或者很多人会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啊 不知道要做什么啊,应该是排队买口罩 哈,马来西亚这样热,又要戴口罩 又是还能嗅到我自己的嘴巴有多香 哈,臭了这个牙膏 但是至少以后我的孙子读舌家 让他说话可以读到的爷爷 然后最后我的孙子坐下来讲故事 当年的世界混乱 你的爷爷为了拯救人类 他就拍了个YouTube Video 所以我打算到任多地方去观察大家到底有没有守规矩 如果被我发现还我违法的话 我觉得很有礼貌的要么说一声 不好意思,我可以装一下吗? 不好意思,不要互相了,我可以装一下 不好意思,我可以装一下 不好意思,我可以装一下 我可以装一下 当我们这种会接触莫死人的东西时 服装非常重要 如果穿到现在这样 人家的款式也有什么变态 完全没有受福利 所以我就换了一套衣服 那我衣服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白色衣服在里面 一个深蓝衣服在外面 还一个黑色的衣服 那Dimension我发现如果我带这个手包 我看起来根本就像一个日本上班族 有没有很像? 手上呢我会拿着一个 Sanitizer 一个能量温度的温度计 还有一个能量长度的 长度计 还有一个可以让我写字的写字板 就是这个 我知道,现在我们有那个写字板随限 这来代替一下啦 全部东西都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行动 其实一开始我走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发现很多人都有随身鞋带着他们的口罩 但是他们是这样穿的 完全没有盖着我们的嘴巴和鼻子 而且大家之间的距离都很近 不过他们看到我走靠近他们的时候 哦,这个人看起来像一个inspector 所以要赶快戴上口罩 还有包子搜紧的距离 好事呢,是我哥们不需要走到他们的面前 叫我戴上口罩 坏事呢 叫我影片到这里吗 不容易结束 啊 要跨出一步 才能成功 蛤? 要跨出一步 走我们去找狗 我脑子就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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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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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跳 跳 我拿了Rubic Air League OK 好玩 趕快你失去科技 送有人上来的 还有,给我拿你的温度一下 36.5.6 37分 要不然你脖子又输了 这个甲 31 我没有觉得它变冷了 其实我很好奇 每一个普通人像你和我 到底对于这个8月1号行政策有什么看法 所以我打算当一天校园记者 啊什么,NTV7 Let's go 1m 1m Oh,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MCO right now? 什么RMCO 什么 A month of gold this doesn't exist right? We can just go where you want is it good or do you think it's bad? So I think it is best for the time being someone and all that right? so you're doing the someone thing is kind of reasonable yeah we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safety mmm I still see you guys i check recording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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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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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谢谢 没有事啊 就这样啊 谢谢 保持安全 虽然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看来我这几个人力量还是低过这个变态的病毒 我住的地方在这100天里都属于安全区 但是很不幸的这几天突然确诊的数开始增加了 这让我非常的担心 拜托 我真的不要再有第二波MCO了 所以我就开始策划我的最好的计划 B 根据这几年我科学不断的尝试研究和实验 我发现原来这个病毒在人多地方更容易传播 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 我打算去槟城对人潮拥挤的地方 那就是刚开不久的Family Mart 你知道Family Mart在那里吗 对 你看到很多人 虽然他们都会有网络 但他们不其实有社交距离 例如1米 他们都很担心 因为他们需要确保 肩膜不会太长 什么样的 你怎么认为这个 确实 因为 肩膜距离 肩膜可以 肩膜跟自己的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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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边人真的太多了 如果我一个一个这样叫他们 去保持肌膜 是完全没有效率的 所以我希望同样的话 只需要讲一次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听到 所以我必须用一个东西叫做 Megaphone 也因为这样我才发现 原来这东西这么难找 我居然Basco Giant Mr.Di Hello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问这里有卖 这里有卖老肩膜吗 老肩膜 老肩膜吗 终于7个月的电脑 我都去问一下 连信息室都问了 这里有卖老肩膜 因为他们想要去 Find Money Mart 叫他去 他们不需要 对 虽然他们会有 穿墙膜 但仍然是 仍然是 固定的 我就一直找 一直找 我才发现 好重要 可以上网买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然后几年后就到了我家 Hello Can you hear me 我已经约好我的朋友 那一天大家一起去 Find Money Mart 那也知道在约好时间 三个小时前 我们才得知 原来这个Find Money 因为没有跟着 SOP 所以他被闭关三天 可怜 真的是 哈 活该啦 这样多人去 我对你们不要怀疑 我为什么换了衣服 因为我真的不是同一天拍 真的是啊 Mega 4那我买 朋友都叫来 那你可能叫大家一起收我回家 对不对 所以为了达到这影片的目的 我发现远 Find Money Mart 附近的一个海边 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 而且没有保持 Social Distance 所以我就做了这影片 我一直来最想要做的东西 那就是 叫莫什么戴口罩 还有保持 Social Distance Yes 开心去吧 Hello Hello 请戴口罩 然后练习 Social Distance 请戴口罩 穿戴口罩 Yes 住在1米里 拜托 Thank you Welcome 请戴口罩 Social Distance 非常重要 Yo Hello 穿戴口罩 拜托 Thank you No charge 1000$ 今天 No problem Hello Uncle 非常好 穿戴口罩 Thank you Thank you Don't be so close I know you want to park tour Please Sorry for disturbing Yeah Please戴口罩 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Want to wear your mask please 人物成功 当然到只有大家要不要跟着SoB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吁他们提醒他们还有疑神作者 Why care about things that you can control Just focus on the things you can do and make it better And I promise everything will be together soon You love me and stay 上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